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联合下发文件 提醒农民朋友要做好自我防护 年节期间少聚集 同时还要求各地抓好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农产品供应 防止出现农产品销售难 消费者买菜难的情况 我国未来两年 将对461处中型灌区实施改造 2144万亩农田 实现节水高效 设施完善的目标 本期的三区三周行 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乌石县 看专职互边缘制度 如何让边境地区的牧民 用户边的脚步走上小康路 江崎省万安县恒江村 在2021年的新年一时 被全村20多户脱贫户 免费拍摄婚纱照 漂亮的婚纱照 记录了村民脱贫前后 生活的巨大变迁 各位好 今天是2021年1月16号 农历腊月初四 我是高凡 一起打开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 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 近期河北黑龙江等地的 农村地区或城乡结合部 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当前农村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醒农民朋友 要做好自我防护 年节期间少聚集 如有发热症状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通知指出 春节临近 农村地区人员流动性加大 聚集性活动增多 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提醒农民群众 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和发热后的第一时间 报告就诊意识 同时要勤洗手 少串门不集聚 提倡喜事缓办 丧事减办 宴席不办 另外 无论是选择留在物工地过节 还是返乡 通知都要求各地 为在外物工的农民工 提供生活出行等方面的便利 如要求用人单位 根据生产需要和农民工意愿 引导农民工留在物工地过节 不能强制 对想回想的农民工 鼓励开展节前节后的点对点 一站式接送 保障出行的方便和安全 另外通知还要求各地抓好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农产品供应 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 既要防止出现农产品销售难 也要防止消费者买菜难 在保障农产品供应方面 通知指出 要积极组织疫情低风险地区的行业协会 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 加大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农产品供应 有序组织农产品的市场投放 防止出现农产品卖难和断供 在保障农业生产方面 通知要求根据市场需求 科学合理安排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障农业生产资料物流畅通 严禁未经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 擅自设卡拦截 随意断路封路 阻断交通的行为 不得随意以防疫为借口 拦截农资运输车辆 菜篮子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通知也对保障菜篮子供应 做出了明确要求 农民日报社药文部主任施维认为 各区域要针对自身的不同需求 制定好疫情期间的文产保供政策 作为销区 我们要主动地去对接产区 保证菜篮子的产品 能够掉得进供的上 不脱销不断档 另外作为产区 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本区域的菜篮子产品 能够产得充允地走 不积压不卖难 这一方面关系到当地农民的增收问题 同时也涉及到更大区域内 农产品的保供问题 需要统筹起来考虑 施维认为 2020年我国粮食及重要农副产品 产量充足 我们完全有能力 做好城乡居民菜篮子供应 因此对于中高风险地区来说 保供最重要的应该是 保障物流的畅通 我觉得在今年 我们的疫情防控当中 要特别注意 去开通绿色通道 对于运输车辆 我们要严格地去落实 不停车 不检查 不收费等 优先便捷的措施 其次就是要加大力度去促进 当地的农产品的产销对接 保障像批发市场 超市 商超 还有社区门店等 商业网点的一些开业率 施维还建议 中低风险地区 最重要的是要未雨绸缪 为就地过年带来的产需变化 早做准备 在各地农村 通过大喇叭 宣传车等多种方式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引导村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这两天 安徽省安庆市淮宁县石敬乡 雇用了10台宣传车辆 将提前录制好的 疫情防控安全知识专用音频 载入车辆播放平台 全天候深入各村 进行不间断的宣传 我们每天开旋车车 再蹭地跑 车速不能太快 控制在20码左右 这样才能使老百姓 听清楚广播的内容 知晓疫情防控的政策 连而来 辽宁省本西市明山区 牛心台街道办事处 运用大喇叭广播 微信群推送等方式 宣讲科学防疫注意事项 让村民掌握更多防控知识 在四川省南充市 当地倡议大家 不举办各类宴席 或者延期举办 邓秀群就主动取消了 原定于1月17号 在村里举办的60岁生日宴席 我也不办了 我一些亲戚朋友都推完了 他们在手机上也来祝福了我 如果是疫情防茧了 我明言之再办明言之 在甘肃省天水市 麦基区石佛镇 每一个村口都搭起了防疫帐篷 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监测 同时村民和志愿者 每天也走村入户 对返乡外来人员 进行摸牌和信息登记 为了防控疫情 近期全国多地陆续发出了 就地过年的号召 而为了让不返乡的务工人员 能够在工作地安心过年 各地也出台了发放补贴 红包提供子女看护等多项措施 近日 北京市人社局等多部门 联合发布文件 要求用人单位保障职工 在春节期间加班的工资和休息 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或者根据职工意愿安排补休 另外 还要求用人单位 确保外来务工人员 吃上可口的年夜饭 提供适合的 富有节日特色的文化体育 娱乐休闲等服务活动 在广东清远 一家企业推出了双倍薪资 福利红包等文港激励方案 鼓励外地员工留在清远过年 公司鼓励我们留场过年 第二个原因就是 公司也有各种福利政策 过一年以后也可以聚 除了经济补贴 广东各地还为留月务工者 准备了精神文化大礼包 深圳市龙岗区 将在春节期间 推出多项文娱活动 同时多个街道的乒乓球室 健身室 图书馆等场所将正常开放 春节期间 务工人员子女 面临寒假无人看管的问题 在福建漳州 企业不仅为留在当地过节 和上班的员工准备了加班费 而且还开办寒假学习班 解决员工子女寒假的 看护和学业问题 中国三农报道 聚焦三农热点 助力乡村振兴 继续关注一组权威发布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建档利卡贫困人口 人均纯收入达到10740元 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 逐年上升 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 近日水利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文件 明确在今后两年 将对2144万亩农田 进行灌溉设施的完善与改造 水利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 全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实施方案 2021到2022年明确提出 未来两年将对461处 中型灌区实施改造 涉及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2144万亩 通过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解决这些灌区 以往存在的设施建设不完全 不配套等问题 实现中型灌区 节水高效 设施完善 管理科学 生态良好的总目标 据了解 目前我国共有中型灌区 7000多处 大都建成于上世纪 50到70年代 施工工艺落后 工程建设标准低 目前大部分灌区已进入老年期 坍塌绝口等现象较为普遍 急需进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银保监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 我国银行网点机构的 乡镇覆盖率超过96% 截至2020年年末 我国各类涉农贷款余额 超过39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超过11% 其中 普汇形涉农贷款余额 超过7.7万亿元 同比增长约20% 同时 截至2020年年末 银行网点机构 乡镇覆盖率超过96% 银行基础金融服务 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保险服务 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 一 二 三 走 新疆的边境线漫长 边境牧民把放牧守边 作为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 为巩固边防和维护国家安全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边境地区 自然环境恶劣 牧民的生活曾经非常艰苦 如今牧民成为了户边缘 有了稳定的收入 实现了脱贫 今天的三驱三周行 我们就到新疆 阿克苏地区的乌石县 看看户边缘肉资一家生活的改变 乌石县亚曼苏乡边境辖区 最高海拔4296米 北与吉尔基斯斯坦直线距离 仅为70公里 在家居内的别连里边防区3号站点 我们在一处巡边安居房内 见到了职守在这里的户边员 肉资 清晨 肉资就需要将自家的羊群 赶到放牧点 随后开始一天的巡边工作 每天肉资都要完成 40公里边境线的巡逻工作 负责发现试图进入 该区域的可疑人员 以及与其他管理区的户边员 和边境警务站民警合作 处理紧急情况 边境牧民一直都有 异物巡边的传统 肉资就是家里的第三代户边员 但是不同于父辈们的义务巡边 如今的肉资是一名专职户边员 自济市开始 肉资就常常陪父亲 一边放牧一边巡逻 那时 他们一家还住在海拔 四千多米 雪在贫发 没有路的大山深处 靠养羊卖羊为生 三十只羊 就是一家四口人 唯一的收入来源 和肉资一样 生活在这里的牧民 因为恶劣生态和封闭地域环境 依靠放牧生活困苦 截至2013年 乌市县户边员中 60%都是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的 建档利卡贫困户 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 却坚守着父辈们传递的爱国信念 用户边行动 守卫着每一寸国土 被层移开 边境地区不仅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也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 2018年开始 新疆七个一批脱贫路径 汇集了边境地区的牧民们 乌市县也根据边境县特殊情况 发扬书边传统 把贫困户转为专职护边员进行扶持 鼓励贫困人口加入专职护边员队伍 肉资夫妇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牧民成为了一名专职护边员 住上了负民安居房 拿上了固定工资 贫困户变身护边员 不断提升护边员 职守条件及生活条件 不仅解决了贫困户增收脱贫的问题 也增强了边防守护力量 2019年12月 乌市县护边员队伍中的 1837名建档利卡贫困户 均已脱贫 像肉资这样的护边员 在我们的边境县和边境管理区 配合我们边境派出所 实施边境管控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行了统一管理以后 户边员队友更加正规 更加有序 对我们开展边境管理工作 也是有很明显的改变 肉资盲时寻边 闲时放牧 没有放弃传统畜牧养殖的他 2017年 用自己的积蓄和乡政府出面 给他解决的无期贷款 一下买了八十多只羊 如今他家的羊已经多达一百八十只 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 从最初的毡房到低窝子 再到如今的寻边安居房 别迭里边防区 见证了肉资一家三代人的爱国坚守 也见证了这些祖国边境县上的守护者 用寻边脚步走上了致富之路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五星村 近邻两个高速路口 四环路穿村而过 独特的区位优势 使物流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的支柱 每年都能带来几百万元的利润 然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物流员一下子断了收入 面对这场危机 村党委书记杜一宝坚持冒险转型 让萧条下来的村集体经济 重新焕发了生机 今天的乡村振兴人物榜 选述人物展播 就一起去认识这位杜一宝书记 我们物流行业冲击是最大的 我们以前现在的九十点弄 甚至到十一点 我们的发货的取货的 都是排除队 而且都是东火通明 我们奋斗了十年的产业 受到疫情的这么大的冲击 偌大的停车场只停着一两辆车 配套宾馆也只住着两三个人 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让党委书记杜一宝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不转型就是个死 等着死还默不如我们先转 把它转成这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离不了的这种大型的综合批发市场 看来转型之后 可能把咱们这个经济收就断了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行业完全是 对对对 我们不能花大量的钱建设完的 我们这块招不来商 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杜书记还是顶住了压力 决定转型投入的所有资金 由村集体自筹 转型了我们冒着风险 但是出错了责任不在于你们 我承担这个责任 为了避免在转型的过程中走弯路 杜书记四处走访 终于聘请到了董经营的专业人才 一定要找到优质的客户 杜书记把目光投向了张宇和王雪 可像他们俩这样的大宗商户 压根不可能变更经营场所 你枪手你上我这来吧 他肯定不会来 这个市场正在改建当中 没有打动我的地方 为了解决张宇的后顾之忧 杜书记提出 免收两年的摊位费 进场费还有交易费 最终打消了张宇和王雪的顾虑 他们决定第一个扳倒人意水果批发市场 杜书记又花费了几百万元引进新设备 建成了一个吉林省最先进的气条香蕉库 人家这么大市场都敢干 你为啥不敢来呢 对不对 通过杜书记的努力 入住新市场的商户逐渐多了起来 互品也丰富了不少 可国品的销量还是没有跟上来 发了十车橘子 就赔了至少得三十多万 对替那么十个宝格的没人 我对不起我招来这些兄弟姐妹 通过杜书记发起的人意国品批发群 线上线下相结合 市场上的人气越来越旺 水果的销量也在不断攀升 现在我那位朋友 我怎么说羡慕嫉妒很多有都有 好那就好 这什么缘呢 2020年12月2日 在人意水果批发市场正式开业的当天 国品交易额已经突破了600万元 成功入住商户86家 市场培育期 这二年之后我们见分析 现在看就说是 培的可能性没有 有关杜乙宝的更多故事 欢迎关注17号晚上8点半播出的三农群英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恒江村位置偏远曾经是贫困村 在2021年的新年恒江村二十多户已经脱贫摘帽的贫困群众收到了一份来自当地政府的特殊礼物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小一点 男的小一点 头的稍微抬高一点 下面一点 好的 好 很好 恒江村的脱贫户林英茂夫妻俩 补拍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婚纱照 对林英茂夫妻来说 这张婚纱照他们期待了整整46年 我老婆看到年轻人结婚的事就 大家都拍了那个婚纱照 所以她因为这样有一个想法 终于完成了她那个心愿 拍了个婚纱照 所以我心里灌到了 这个一生当中灌到最幸福 最甜蜜的时光 我做 好 好 好 做得 好 干啥便宜 做得 林英茂夫妇并非唯一的拍摄婚纱照的村民 今年元旦后 村里给每一家脱贫户都拍摄了婚纱照 脱贫的王文贞夫妻俩 特意选了一款喜庆的糖妆来拍 从来没有化过妆的她们 经过一番打扮 显得年轻了不少 老婆这样打扮一下 漂亮吗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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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呀 就漂亮 现在我们很多脱贫户 村民生活条件好了 在平时的走访过程中 我们发现很多脱贫村中 有不拍婚纱照的愿望 我们专门请了摄影师上门 为他们免费拍一组婚纱照 拍摄人生中的第一组婚纱照 装表好挂在自己客厅的显著位置 照片反映的是脱贫前后村民生活的巨大变迁 来关注其他方面 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补的全面展开 湖南省淮化市通过帮助和引导渔民 转产就业 让上岸渔民生活有保障 田志全的老家在浙江大洪山村 家里三代都是渔民 2019年7月 淮化实施进补退补政策 他主动签订退补协议 利用平时学到的木工手艺 上岸转行 办起了家具厂 手游相比一件大鱼 肯定是要讲满多杯 只是原先一直都捡怕狼 猴怕火 不敢付出这一步的行动 目前湖南省淮化市船网证回收拆解任务已经完成 退补渔民2357人 回收拆解渔船1663艘 收回处置渔网761.1吨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 对外发布了一只白色大熊猫野外活动的视频影像 画面中的这只白色大熊猫拍摄于去年2月份 相较于2019年5月第一次拍摄时 这只大熊猫长大了不少 隐壮了不少 专家认为 这表明它已经适应了野外生活 视频中拍摄到的这只白色大熊猫 步伐稳健 身体壮实 毛色光亮 可以看出这是一只非常健康的一只大熊猫个体 白化现象虽然罕见 但是在解决动物的各个类群里 实际上是广泛存在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三农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的微信和微博 更多精彩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见 明天见